在台東有一群家庭孩子生活相當困苦 生活在社會邊緣裡 每天可能滿足一餐溫飽當中掙扎 在不景氣的時代當中 他們更需要大家的關心 這一次單位跨著了不同的領域 我們這一次的物資在各方的努力之下 大概都我們的袋子裡面有十樣產品 那我特別介紹的是 這一個精心為各位準備的一個袋子 對 你一看有點像是禮品 其實它是一個急救包 它是榮怨特別為我們這次活動所準備的急救包 那大家知道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小孩子在家裡 大家在圍爐啊 在玩啊 都會難難明明有一些小擦傷啊 或者一些感冒啊 臨時之間 實在是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過年期間很多的醫療運所 也都是在休息或醫生的輪職都不這麼多 所以這個急救包 讓家裡能夠安心的過好年 讓大家無後顧之憂 這次活動有台東縣議會 台東市國際統計會 警政署鐵路警察局第四警務段 鐵路警察局有台東辦事分處 財團法人寶商教育基金會 星光仁壽 台東榮民醫院 承辦這次單位為財團法人 臺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志工們共同促成這次活動 主要的是我們那個 非常感謝我們台東縣議會的議長 勞議長 然後還有那個同績會 他們辦這個睡夢寒冬的活動 那我們那個鐵路警察局有會 那個台東站的站主任蕭主任 他們在每年有配合來 舉辦那個寒冬 睡夢寒冬的送晚活動 那我們鐵路警察局 我們也借這個機會來共襄盛舉 最微博的力量來響應 另外我們今天下午兩點 兩點半在資本火車站 我們結合那個社區發展協會 還有溫泉工會 我們來配合105戶 比較需要那個 祝福的 我們有發費那個睡袋 還有一些生活用品 好 對我們台東市 因為我們每年很少做這種東西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說這種 這種方式覺得蠻不錯的啦 真的對我們台東市 那你今天拿了什麼樣的 我也不曉得 我就拿了米 然後就是說 這是因為小朋友的關係啦 也不是因為我的關係 對 好 就這樣啦 謝謝 謝謝 社會需要幫助的人很多 這些也只是冰山一角 無論是大陸富豪來談發紅包 或者是台東各社福團體發放物資 都是拋磚引魚的做法 把身邊一點點能分享的幸福 傳送到台東每一個角落 我們來匯集愛心溫暖整個台東 高衛銘就甘心的報導 能問哪兒心事 愛是永遠不會停止 不過換個方式開始 擁抱過美麗的日子 感動會暫時 一輩子 我感動會不會到處 我感動會不會到處